旧金山的市长London Breit周二宣布了一项五年计划 到了2027年要在旧金山市结束跨性别的流浪汉 他说今天我宣布了结束旧金山变性人无家可归现象的五年计划 其中包括投资于支持变性人生活 并为其带来真正长期改变的项目 他说的这个专门支持变性人流浪汉的项目 一共要花650万美元 那么根据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旧金山一共有8000名流浪汉 其中跨性别的流浪汉只有300多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市长他要花650万美元 单单只是为了要解决这300多个跨性别流浪汉的长期问题吗 所以他这是什么套路 他这个套路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代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吗 那么如果是一个性取向正常的流浪汉 难道他们就不帮忙了吗 为什么在流浪汉的群体里面也要被分为369等 只要你拥有不正常的性取向和性别认知 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房屋的解决问题吗 这叫歧视吗 我想这才叫独一无二的特权吧